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现在有眼尖的网友发现 台湾登上了推特热搜榜第二名 其实美国前总统川普 22号就曾经在谈话节目上面 语出惊人的说 俄罗斯跟中国的领导人 就像是双胞胎姐妹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可能将乌俄开战 当作夺回台湾的信号 那么此话一出 就立刻的引发热议 又有外媒甚至抛出了这个问题 说今日乌克兰会不会就是明日台湾呢 面对国际目光关注 国防部表示 三军战备部队会维持常态戒备 严密的监控台海周边的军事动态 俄罗斯总统普廷正式宣布 在乌冬动武 乌克兰多座城市陆续遭到炮击 随着乌俄风火连天 有眼尖的网友发现 台湾在这个时候 登上了推特热搜榜 热搜第一名是乌克兰 台湾紧跟在后 其实美国前总统川普 22号在右翼保守派谈话节目上 就曾表示习近平和普廷 就像双胞胎姐妹 习近平将把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行动 当作夺回台湾的信号 美国参议员马莎布莱克本 和加拿大前工业部长 也都在推特发文申挺台湾 表示要和台湾站在一起 面对国际的目光关注 我国国防部表示 国军将持续严密监控台海周边状况 以及军事动态 三军战备部队也都维持常态戒备 将保持高度警戒 来应对可能出现的危机 无二战火轻易发动全身 也在挑起台海敏感神经 记者综合报道 俄罗斯向乌克兰开战 惊人画面也曝光 有乌克兰的民众拍下了 多台直升机呼啸而过 整个城市弥漫紧张的气氛 还有在当地定居21年的中国人 也直击导弹从自家屋顶上空 呼啸而过的画面 直呼现在只能够躲在地下室 根本不晓得要不要撤离了 不过网路上也传出了 俄罗斯伞兵从空中跳伞 大举入侵的画面 场面相当震撼 后来证实其实是2016年的演习画面 走在乌克兰第二大城市 哈尔科夫街道上 逗出可听见爆炸声四起 民众录云到一半 还有颗导弹呼啸而过 赶紧惊险投尘 刚才一个导弹飞过去了 和许多乌克兰人躲进车库内 这名中国网友梅艾斯 娶了乌克兰老婆在当地定居 实在没想到自己会直击 战事发生 没想到在乌克兰经营了21年的生活 还是走到了这一步 现在不知道是要开始撤离 还是要怎么样 现在在收拾东西 现在最值钱的东西 就是这本中国护照 乌奈带着一家大嫂 前往地下室避难 但他坦言当地银行系统全瘫痪 想领钱根本难如等天 从来没有想到 我是从海外生活博主 一下变成了战斗前线博主 现在在这个 哈尔科夫市中心的政府大楼上 说已经把这个 俄罗斯的国旗挂在上面了 乌克兰国旗是否被换成 俄罗斯国旗 还有待查证 但为了守护国土 乌克兰政府也有所行动 多布坦克和军卡 接连前往首都基辅增援 让民众惊呼连连 还有网路上也疯传 这个惊人画面 传出俄军散兵部队 大举空降落地 不过这影片也被证实为 2016年的演习画面 乌俄战争情势紧张 让人风声鹤唳 最终的报道 三日份开始口罩限制 有部分放宽了 指挥中心解除六大场所的县市 从三日份开始 包括了台铁 高铁 还有公路客运等 车厢内开放饮食 卖场可以试吃 餐厅开放逐桌敬酒敬茶 室内外运动 出游拍照 免戴口罩 不过由于日前 台北市宗教协会团体群聚案 多人在密闭空间唱歌 互相传染 KTV染疫的风险依旧是很高 因此KTV唱歌 暂时不开放脱口罩 指挥中心表示 第一波口罩解禁 要先观察一个月 之后再做滚动式调整 搭长途火车 因为疫情不能脱口罩 饮食全面禁止 常常一二就是好几个小时 现在车上大口吃东西的日子 终于回来了 回花脸他就说 他就饿了很久很久 习惯做长城的人 他也说他们就觉得终于解脱了 小孩子来说 或是说需要饮食的大 就是长辈 他们可能有这个方面需求 尤其小孩长辈 车上饮食需求高 所以这一期稳定 指挥中心宣布 三月开始台铁高铁公路客运等 车厢内接客饮食 漫厂取消人流管制可以试吃 婚礼餐序开放逐桌敬酒 口罩逐步解禁 但有条件 开放来饮食 当然还是要严格来落实实联制 发生疫情的时候 可以来快速的做疫调 但北市宗教团体群聚案 应见不远 脱罩唱歌还是先缓缓 目前我们还是有这个 像吃饭唱歌的这类的群聚 唱歌目前我们还没有 在三月份的时候开放 戴口罩骑飞轮传到不行 一流汗口罩就湿成一片 这种不舒服 职业运动跑者最有感 很兴奋就是跑步 不用再继续闷住 戴口罩很不舒服 尤其是在跑快一点的时候 很难去调节 然后比较不顺畅 这个撕掉之后 其实不太透气 等很久 未来运动也能摆脱 口罩束缚了 室内外都不用带 还有出油拍照 也能脱下口罩 露出开心灿效 自行驾车 弹化型工作 口罩规定都放宽 个人单独开车 乘客都是同住家人的话 是可以不用戴口罩 即使戴口罩 已经成为国人标配 但再度迎来 大口呼吸的日子 还是很期待 记者旅行媒体 何荣台北报道 另外台湾的检疫措施 也正式放宽 指挥中心在今天宣布 从3月7号开始 入境均检天数 缩短为10天 一人一户为原则 如果有住所不符合规定 就得到防疫旅馆来隔离 另外带大家来看到 在检疫期间 还是要满足做两次PCR 跟五次的快晒检测 包括后面7天 要自主健康管理 而至于密切接触者的 隔离天数 也是比照缩短成10天 并且开放一人一室 在家隔离 另外指挥官陈中表示 现在的防疫警戒分级 是根据SARS时期 以及新冠疫情 刚爆发时的分类 现在已经不适用了 将会取消分级 现在每个月 要来做滚动式的调整 陈时中也提醒大家 防疫松绑 就好像是在下楼梯 要很小心 要是跌倒的话 防疫成果就不见了 下飞机抵达台湾 不用再被隔离14天 这么久了 九州中心拍板 3月7号起 除了开放外籍 商务科来台 入境时的居家检疫 跟背框裂食的居家隔离 天数都从14天 缩短为10天 但缩短检疫天数 就得增加筛检次数 才能拦入病毒 入境者居家检疫 可开放一人一户 但入境当天跟第10天 共要做两次PCR筛检 检疫跟自主健康管理期间 则要做5次快筛 至于背框裂隔离的对象 跟入境者相比 传播风险较低 因此限制宽松一些 可开放在家一人一室 隔离前后都要PCR之外 也要快筛两次 另外如果有学生确诊 学校停课的天数 也将从14天缩为10天 但在状况没弄清楚前 会先做预防性措施 停课2到3天 等大规模筛检之后 再决定停课的范围与时间 变运株其实会走 越来越短的一个趋势 所以说缩短检疫天数 我觉得在未来 大家都已经设计搭好疫苗了 是符合趋势 也不用太担心了 虽说防疫措施松绑 却维持二级警戒 指挥官陈时中表示 面对Omicron疫情 过去的警戒分级已经不适用 未来将采经济防疫新模式 取消分级 视情况每个月重新检讨 看看是否要加盐或是放宽 这种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 回答 打电话 感谢观看